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开始正式来进入热力学这个领域 我们今天提到了热力学的话 它基本上是在探讨 当所有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变化 它们在发生的时候所牵涉到的能量 伴随了能量的变化 那以及能量它可以是以不同的形式去转移 但是不可能被创造或者是消灭 那几个我们比较希望能够在热力学当中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反应它到底能不能发生 它是一个自发反应还是非自发反应 那它的自发或者是非自发 我们之后会学到它其实是由热力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叫做自由能来决定的 那第二个是如果它们即便发生了 那它通常会往往会伴随一些能量上的变化 那能量它是怎么变的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再来第三个是一个反应它发生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是平衡常数来决定 那平衡常数它背后代表的物理意义 以及它跟动力学的特性上面之间的连结 这个我们到时候也会来特别关注一下 那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我们在探讨热力学的时候 几个很重要常常会出现的参数 或是几个名词一个是功 有没有学过功 有没有在做 有没有做过功 有啊天天你爬楼梯就是在做功 功你从物理学到的定义是什么 做功的时候啊 你要去计算你做了多少功 怎么算的 F乘上S贵乙嘛 对啊对啊 这是物理学我们最原始功的定义 那当然它也可以有不同的表示方式 我们等一下会来讲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热 所以能量的定义一个是它是做功的能力 或者是它产生热的能力 好那我们目前为止 可能同学们最常看到的几种能量型 是包含了卫能以及动能 那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热跟功也都是能量 你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应该有算过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一个球在这边 它的所处的胃能 再来当你把这个球放开的时候 球会往下掉 所以它的胃能下降 但是那个胃能跑哪里去了 它转换成动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是胃能跟动能之间的相互的转换 好那同样如果说它能量够 它可以再爬坡上去 爬坡上去的时候会越来越慢 对不对 快要爬不上去的感觉 到某一个程度它可能会停在那边 为什么 它又把原来动能 当它随着往上升的时候 它能量又从动能又转换成胃能 好那我们这边要开始跟同学们介绍 热力学当中的很重要的几个基本概念 你这些基本概念掌握好之后 你接下来我们在讨论不同的 种类的动力学的参数 热力学参数的时候 你就照理说就会游刃有余 那这边先跟大家谈的一个概念 就是热力学在讲 讲某一个体系的时候 它的基本定义 一个是system 一个系统 一个体系 那什么系统 我们这个系统怎么定义的 我关心的东西 我关心的某一个体系 我关心的事项 比如说我现在关心薛乔云 对 你在看你有没有在认真听讲 有 所以我如果现在关心的是薛乔云 你就是我的系统 那其他所有的同学 就是他的周边的surrounding 所以system是part of the universe on which we wish to pay attention 我现在要关心谁 关心的对象 或是王者 那个system 那surrounding的话呢 就是everything else 如果我们现在以全班 当作一个宇宙好了 一个universe 全班就是一个小宇宙 那我关心的这个东西 就是系统 那其他除了系统以外的 就叫做surrounding 好,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定义 就是这个大宇宙里面 有一个我关心的系统 那其他的这个宇宙之内 除了系统以外的 就叫做surrounding 这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好,那为什么这个系统 还有周边 还有整个universe重要呢 你接下来看你就知道了 好,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一个体系 他的 他一个系统 他发生了物理变化 或者是发生了化学变化 他热量 他能量要流转嘛 他可能是流进流出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用正负号 去定义 他的进还是出他的热 他的能量流转的方向 方向性 好,比如说 当伴随热量的变化的时候 热的流动 我们以前学过一个化学反应 他可以是吸热 也可以是放热 好,那对于一个吸热的反应来说 他是怎么回事 谁吸热 这一个系统嘛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 这个化学反应 他如果是一个吸热反应的话 那他的热是 应该是流进系统的 对不对 系统吸热 所以是heat flows into a system 那也就换句话讲 对于不是系统的这个 不是系统就是surrounding surrounding是失去热 还是得到热 失去嘛 因为热被系统 流到系统去啦 好,所以 对系统来讲 他是吸收能量 从哪里吸收的 从周遭吸过来的 OK 好,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一个放热反应 放热是指谁在放热 是这个 我现在看 看了这个系统 这个化学反应 他在放热 那放出哪里 放到系统以外去 放到surrounding去 所以他的energy flow 就是out of the system 从系统流出 从系统流出 那么他就是release energy to the surrounding 所以你看你是从哪一个观点来看 你通常我们是用系统的观点来看 但是你有时候也可以跳脱出来 从surrounding的观点来看 所以对一个放热反应来讲 系统他是放出热的 他失去热 但是对于surrounding来讲 他是得到热的 OK 所以这个是 如果是热的流动的方式 对一个吸热跟放热反应来讲的话 他的方向性 好 那potential energy of the product a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actant 为什么? 我们以前在画图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吸热反应 我们怎么画? 吸热反应 如果这个是A加B 那吸热反应呢? 上去当然他会有一个一段活化能嘛 然后呢 然后到残物 对不对? 残物是在哪里?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他是一个吸热的方式 吸热 因为他最后的potential 他的胃能 高于原来的反应物 好 那如果说 一个胃能曲线是这样子的 那就变成是放热 对不对? 因为你去考虑他原来的反应物 跟最后的生成的产物 相对的能的那个胃能的高低的话 这边的胃能比较低 表示他放出热 好像这样子 那总共放出了多少热 就是他的胃能差 对不对? 一开始如果 这是举一个例子 是甲烷的燃烧的例子 可能爬坡上去 这个跟不同的化学反应 他的胃能图都会不一样 有的是几乎图化能很小的 或者是你如果加了催化剂的话 他会改变反应图 他可能这个浑化能变小 那但是我们在讨论 吸热放热的时候 是不管他的反应途径 我们只看他最终的结果 他的起始点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在哪里 最后在哪里 来决定他这个反应 热所涉及到的热量变化 是属于吸热而放热 OK 好,那所以像这个 他就是放热 所以能量会掉下来 对于系统来讲 对于系统来讲 他是失去热的 他放热出去 给surrounding 那如果这个是反过来 如果是吸热 那原来在这边 从surrounding吸热 吸收进来 那对于这个系统来讲 他是得到能量 所以他的能量 未能会上升 好,OK 那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反应 他们是属于吸热还是放热 这个要搞清楚 比如说燃烧 燃烧是吸热还是放热 燃烧永远都是放热的反应 虽然你一开始要给他点火 要让他开始燃烧 燃烧的现象要开始发生 但是燃烧的过程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那再一个 Ionization 是游离 游离是一个 吸热 游离永远都是一个吸热反应 为什么 游离这个过程 其实是什么事情在发生 你把他的电子给打出去嘛 那你要把电子打出去 你要克服的是什么 核对这个电子的束缚力 所以你一定要有外来的能量进来 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他一定都是一个吸热反应 OK 这个是燃烧 不同的碳氢化合物燃烧 都一定是放热反应 好 那这边我们要介绍一个 热力学上很重要的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总共有三大定律 应该说还有一个第零定律 所以总共是有四个定律 因为一二三都提出来之后 后来又多了一个 而且发现这个好像应该要放在第一之前 所以就变成有一个第零定律 所以就变成零一二三 那我们照着科学眼睛的顺序来跟大家介绍 所以第一定律讲的是什么 能量守恒 我们昨天就也有先跟大家讲了 能量的守恒 那能量守恒要怎么去描述出来 这边有一个式子 这个要搞懂了之后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懂的 但是要把它记起来 也就是一个系统 a system 它的内能 我们通常用e来表示 energy嘛 所以e 它是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里面所有的粒子 可能有原子分子 反正就是你关心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的动能跟卫能加起来 就是它的energy 就是它的内能 那这个内能的变化 内能的变化 它可以是以能量热量的形式变化的 也可以是做工 以做工的形式来变化 所以delta1 我们用简单的式子来描述 我刚刚说的事情 就是delta1等于Q加W 这件事情 我再说一次 这一个式子它所代表的意义 是一个系统 它的内能的变化 可以是以热量的形式的变化 它吸热放的 或者它的工 它either是这个系统对外做工 或是外界对它做工 都会造成它的内能的改变 所以也可以是以工的形式发生的改变 那如果两者都有变的时候 整个系统它的总内能的变化 就是它的Q加W OK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你要记好 Q是代表的是热 热量 然后W代表的是工 这边有问题的举手 这边 因为这个热力学的部分 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新的领域 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慢慢的 先讲慢一点 可以吗 好 再来 既然内能的变化 它可以是以热量的形式发生改变 也可以是以工的形式发生改变 那所谓的改变可以是流进或流出 好 以热量的形式改变 它可以是系统把能量热量以热的形式 流到surrounding去 也可以反过来是surrounding the system 那一样 工 也可以是这个系统对外界做工 也可以是外界对它做工 都一样 都是会涉及到这个整个系统 它的内能的改变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它的正负号的定义就很重要 我们用正负来决定 来判断出来 它的热量是 的方向是怎么流动的 比如说 如果现在是 我们先考虑热量的流动的部分 这个正负号的定义 都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这件事情很重要 都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来看的 来定义的 Sign reflects the system's point of view 从系统的观点来看 比如说 对一个吸热的反应来讲 谁吸到热量了 我关心的这个系统 这个化学反应吸热了 所以对系统来讲 因为它吸收了热 所以它的能量是增加还是减少 增加 对不对 这个系统因为吸热了嘛 所以它的那个能量变多了 好 那 我们就说它的Q 大于零 它是正的 它是大于零的 那 相反的 如果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我们指的放热是这个系统 放热 那系统它既然 放出热量给 surrounding 那么它整体的能量是不是就减少 对不对 整体的能量对这个系统来讲减少 所以它的Q 就是 小于零 它是一个负的 懂不懂 好 那 那 一样嘛 我们刚刚说 它也可以是以 公的形式 来流转 所以 一样 公 我们在描述它是 谁对谁做工 一样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从系统的观点来看 所以如果这个系统 对它的周遭 做工的时候 如果是系统对周遭做工的话 系统会得到能量 还是失去能量 失去能量 因为它对外界做工了 它把工给外界了 做工义去了 所以它的能量就减少了 所以 当这个时候 系统对外界做工的时候 工是复工 复的 复的 好 那反过来 如果是 现在是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对 的 sorry 这个surrounding 所以外界对系统做工的时候 那 这个系统的能量就变多了 因为外界给它 给它工嘛 所以它就 W 变成是positive 是正工 好 这样有清楚吗 基本上的定义 就是系统 surrounding 合起来叫做universe 那当能量在流转 内能在变化的时候 它either可以是以热量的形式 也可以是以工的形式 那热量它怎么转变 你要去决定它的正负号 好 或者是工它也有正负号 都是以系统的观点出发来决定的 好 那工我们刚刚说了 或是 大家应该不陌生 工以前学过 它的定义是 力 成长位移 好 那我们在这边要介绍另外一种工的形式 叫做鸭绒工 有听过吗 有 好 好 比如说现在这边有一个活塞好了 如果一开始是这样 好 一开始它这里面有一些分子 那如果现在要把这个活塞 要气体膨胀 气体膨胀 然后让它上升 上升到跟原来差起来是一个这样 Delta H的高度差 力是 这个 这个压力是什么 压力的基本定义是每单位面积分支力 对不对 基本的定义 基本的定义 因为有一个大 你可以想象它是大气压力在这边压着 对 大气压力压着 然后那个压力 就是把这个活塞hold住的那个压力 好 但是如果说现在是 如果这个里面这个是一个系统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个活塞下的这些气体 这些气体如果现在要膨胀 要扩张 把他这样活塞往外推的话 他要克服的是什么 他要克服 他要去抵抗外压嘛 这边有一个压力在把他压着 他要抵抗 然后把他往上推 推Delta H 这样子的高度 好 所以是不是一样他也是有力 他力是以哪一种形式 力是P成这样A 好 然后呢 D是什么 一样是有力乘上位移 位移就是这一段 有没有看到 好 力是这一段 那所以我们如果把F 换一下表示的方法 F是不是等于这个 你把他移向过去嘛 就是P成这样A 好 有看到吗 F 你把他代换成P成这样A 就是这里 好 然后位移 位移就是这一段 然后位移是这一段 所以你就把他写成Delta H 那是他的位移 好 那你再换一下你的那个观点来看 我们把这一个式子 P成上A成上Delta H 重新检视一下的话 A成上Delta H是什么 体积 A成上Delta H就变成是体积 也就是说这个式子 其实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它 它变成是P成上Delta V 好 P成上Delta V 这里的P是压力 A是他的面积 Delta H就是他上 他的位移 他那活塞移动的位移 Delta V 指的是体积的改变 所以你看从公 它最原始的定义是历层上位移 但是我们从这样子的这个活塞 把它往上推了这个情形 你其实可以把它推导出来 它其实P成上Delta V P成上Delta V 因为涉及到压力跟容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简称 这种公的形式叫做压容公 就是它涉及到的是压力跟容积 体积变化的这样子的公的形式 那公的形式当然不只有压容公 或者是一般这种历层上位移 比如说我们之后会谈到电 电化学一个系统 它有可能会去做电弓 以电的形式 不是水电弓那个电弓 就是这个弓 好 这边有问题 好 那所以这个压容公你知道了 它是一种弓的形式 这个没问题吧 好 那我们再继续来用思想实验来想一想 思想实验就是 你没有真的实际上去做实验 但是你用你的脑筋做实验 好 如果现在这个弓呢 它是 它是一个在扩张在expand的气体的话 那是谁对谁做工 如果现在是气体在扩张 气体在扩张 就其实就是相当于刚刚上面这个图 里面有气体 气体要扩张 气体要扩张 所以delta V是变大变小 变大变小 体积是变大的 扩张的话 expand 膨胀 我们有时候说膨胀 或者是扩张 它的体积是变大的 好 所以对于一个在膨胀的气体来讲 谁对谁做工 系统对外做工嘛 对不对 是系统在做工 系统对外做工 所以工是正值还是负值 系统在做工啊 给外界嘛 所以它的能量变小 所以W是小于0 是负的 你要用想的 这个不能十倍 你十倍你就 就失去了解它背后的 所代表的意义的那个 机会 好 那 这边delta V 刚刚我们说的是膨胀 所以delta V是大于0 delta V is a positive quantity 是一个带正的 正值 是一个带正的一个 一个素质 为什么 因为the volume is increasing 就是体积在增加 好 那这边的话 delta V在增加 但是工 是一个副工 因为 因为是系统在对外就工 所以 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 那表示说W 跟Pdelta V之间 必须要有一个负的关系 才成立 所以这个式子 就是这么来的 W 你往后会常常看到 W等于负Pdelta V 这边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来让这个整个事情是一个 合理 是一个对的事情 就是对于膨胀的气体 delta V 是大于0的时候 系统在对外做工 所以它的W 会是小于0 这个要大于0 那是extend的时候的情况 所以这个W等于负5Pdelta V 这个式子 你要理解了之后把它记下来 好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好了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erforms more work 他问说下列哪一个勤性做了比较多的工 两种情况都是在expand 都是在膨胀 那A的情况是 a gas expanding against a pressure of 280m from 1 liter to 4 liter 好 就是一个气体 你想像在那活塞下的气体 它现在要克服外界的压力 外界的压力现在是两大气压 然后它要把它的体积 从1L 扩张变成4L 那怎么做 负的压力是2 外压是2 然后Litre呢 那个Litre从1到4 所以它变化是3 对不对 所以是负6的80mL 那第二种情况 是a gas expanding against the pressure of 380m from 1L to 3L 就是外压现在是3 那体积的变化是1到3L 那你可以一样去算一下 这个是A的情况 B的情况是-3外压 然后呢 DV改变的是2 结果一样 两种情况是一样的 好就是这样去算P W等于负的P DV 好 那如果没有 没有问题吧 这边 公的符号的判断 正符号 还有Q的符号的判断 那但是整体来讲 这个系统 它有的时候是又有伴随热量的变化 又有做工 那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去判断 它的内能的变化到底正还是负 那你就两个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好 譬如说对于一个吸热的反应来讲 吸热的反应的话 那个heat Q都是大于0 对不对 Q大于0 Q大于0 那如果说现在它要做对外界做工 它有对外界做工 但是做的工 要大于它吸的热的话 那整体来讲的内能变化就是负能 那如果说它 endothermic 它是吸热 这边是大于0 但是呢 做的工小于 就是对外界失去的那个能量 以做工的形式失去的能量小于它的话 那整体来讲 就还是整的 它终归来讲还是虽然它有赢 它有得到一些能量 那反过来如果现在是一个work is done on a gas work is done on a gas 你要从字面上去判断 这表示它是正工还是复工 work is done 工被做 被做在这个系统上 被做在这个气体上 所以这个gas它是得到工还是失去工 得到工 一定是它的surrounding 做工给它了 那这个时候w应该是正的 是正工 那但是如果这个整个过程是一个放热反应 那就是又有工的变化 又有热的变化 但是如果工这个正工 它可以抵消掉它放出了热的话 那最后整个系统看起来还是positive 那如果工但是你放出了热 比得到工还要更多的时候 那就变成是negative 也就是q跟w 尤其是它们两个刚好符号相反的时候 那就是去pk看哪一边赢 整个系统就是那个 看比较赢的那一方它的符号 好 这边有没有问题 刚刚讲的那个 到目前没有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要再介绍一个新的概念 有一个新的概念 有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热力学的状态 还有什么叫做正合的状态 the set of conditions that specify all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system is called the thermodynamic state of a system 一个系统的热力学状态 一个系统的热力学状态 那这些系统的状态都包括了什么 the thermodynamic state could include 可以包括了比如说 这个系统 它的 它所含 它包含的物种是什么 物质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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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它的量 它的魔术 好 再来 它这个系统所处的物质状态 比如说它是处于气态呢 还是固态呢 还是液态 好 这个它的状态 也可以是一个热力学状态 温度 是状态 是热力学的状态 压力 也是热力学的状态 好 那 这边既然是一个状态 这些状态往往会随着其他的因素会改变 那 所以我们怎么去描述这些状态 我们就用状态函数来描述 所谓状态函数就叫做state function state function 状态函数 这个有听过吗以前 没有啊 好那新名词 接下来 state function 就是去用一个函数来描述 某一种特定的状态的函数 其实从字面上你就可以看出来 好 那它在描述什么 the property of the system that only depends on the state of the system are called the state function 状态函数 它只跟这个系统在那当下的状态有关 这什么意思 这个状态 比如说它是在一个100度的状态 温度的状态好了 那你能不能从这个状态函数它在100度看出来 它到底是从110度过来的还是它是从0度上去的 看不出来吗 因为我现在只跟你说它是在一个100度 也就是说一个状态函数 它跟它怎么来的 跟它的途径无关 很重要的概念 a state function is independent of pathway 与途径无关 跟途径怎么来的是独立的 它只跟它当下所处的某一个特定的状态有关 换句话说 in other words the value of the state function does not depend on how the system arrived at the present state it depends onl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state 换句话说 这个状态函数它的大小这个值 does not depend on how the system 这个系统是怎么到达这个状态的 没有关系 它可能历经了千辛万苦 也有可能它一步就到了 那那个都不管 状态函数不管这个 它只管说它是在哪一个state it only depends on这个state 这个现在这个state的特性 好这个 所以energy它就是属于一种状态函数 能量是一个状态函数 就是我现在具备了多少能量 我现在我现在有多少钱 但是不管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不管这能量是怎么来的 嘿 状态函数吗 比如说温 我刚刚说的温度或是压力 压力也是一个状态函数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一个实验枪体里面 我们要准备一个200tour好了 的一个状态 我现在比如说叫我的研究生说 我们现在做一个实验在200tour下进行 那所以他现在他要想办法把这个 一个实验枪体里面充满气体 这边有一个阀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控制阀门的开关 然后注入某一种气体进去到我们实验 一个密闭的系统 好 那所以老师说来 你放某某某 好 你们有助教 哪一个助教 好 田立文好了 好 你们的普化助教 好 来来来 那个田立文你把这个 这个实验枪体放个200tour进去 那结果呢 那个他可能 一下子不小心手滑 然后一下子放过头了 从零一直住住住 结果打瞌睡放到500tour 好 500 这差点 结果他发现 欸不对老师好像叫我放到200tour 所以赶快又再把它抽掉 变成200 对不对 我看掉了 让你进去 所以老师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的还是200 我不知道他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他给我看到就是一个200 好 那或者呢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助教 蛤 陈威权 陈威权 对我叫他说 你放到200 他可以慢慢放 结果他可能看错一个小数点 先放到20 就停下来 然后眼睛揉有 不对 只有20 老师就有放200 那再赶快再加 加到最后200 所以我进来看还是200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那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加 怎么放 可能加了又放 刚才加了又放 这个途径我不管 我只要负责看到最后就是200 好 这个状态 所以压力也是一个状态函数 与他怎么来的途径 Independent pathway 跟他怎么来的无关 或是加热 我现在要200tol 然后150度C好了 好 他这个150度C 有的时候热不太好控制 那个加热板 或者是一个加热的一个晶片 可能他会加过头 加过头 然后再下来 但有可能就下过头 又上来 到最后终于得到这个150度C 那反正他到了就是到了 不管他温度是怎么去 fluctuate 最后途径来得到的 好 这种 这种跟当下的状态有关的 就叫做状态函数 与他怎么来的 好 无关 It does not depend on how the system arrived at the present state 不管他怎么到达这个状态的 好 但是 有一些热力学的函数 他不是状态函数 他是跟他的途径有关的 这种就叫做非状态函数 我们之后会举例 但是你这边先记得这件事情 有一些函数 他是状态函数 也就是说他跟他怎么的怎么路径怎么走的 无关 有一些是非状态函数 non-state function 非状态函数 那往往非状态函数的话 他就跟他所走的路径有关 好 譬如说像公 或是热 热量 这个都是非状态函数 这个都是非状态函数 好 好 好 举个例子 不过我们刚刚已经举例了 那个应该还蛮好 蛮可以理解的吧 不过现实 蛤 不过现实 不过现实 或者是这边有其另外一个例子 去说明state function the energy 比如说我现在要爬山好了 然后我们约在哪里 约在要去爬阿里山 好 在某一个高度 但是要爬到阿里山 其实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嘛 他有好几种不同的路径可以走 那反正就是在某一个时间里 我们要约在那边碰面 对 那所以他的 比如说一开始在 嗯 海拔100公尺的地方 阿里山呢 在海拔多少 忘记了 三千多 那是玉山啊 阿里山应该是两千多 对 那他的那个能量 就是要做工大概两千多 这样爬上去 那所以最后的能量的变化 就是后来的能量 减原来的能量 然后他的算法就是mg 升上delta h 就是你的 你爬了多少高度 那但是这个跟你怎么走的 没什么关系 你可能去逛一逛 去奋行屋 绕一绕买个东西再上去 还是 还是 就直接直攻阿里山的山顶 那不管 反正就是到了那边的话 你的那个能量变化就是这么多 但是 the work required 就是工喔 工它可能就跟路径有关的 跟路径有关 它是一个跟路径有关的 比如说你绕到奋行屋 然后又去shopping 买了一堆东西 你可能荷包大湿血之类 跟路径有关 好 所以这边有几个 比较常见的状态函数 你可以参考一下 好 比如说tpv 然后deltae deltah 还有我们之后会介绍到的一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热力解函数叫做商 s entropy 对 好 这些这几个都是 那个状态函数 那有一些不是状态函数的 比如说像n 它的那个量 量 摩尔数它不是状态函数 跟状态没有关系 比如说一摩尔两摩尔 那个n 不是状态函数 q 热量 或者是w 公 这些都不是状态函数 蛤 我等一下 好 蛤 deltae 虽然delta 虽然q跟w不是 但是deltae是 但是deltae是 就像刚刚我举的那一个例子 deltae 它只跟它的那个 比如说m 你爬山好了 mg delta h deltae它是一个状态函数 这个可以从一些推导 可以算出来 稍微等一下我们可以推导一下 蛤 可以 A是吸热 B是放热 A是吸热 B是放热 A是吸热 B是放热 那两个 那个举例那一个吗 对 好可以 那个公的正负是什么 你说deltae的正负怎么来的 哪一个公 哪一个公 没有没有 这个是假设的情境 不是说怎么来的 不是说对 针对一个吸热的过程来讲 它同时又吸热又做工 那我们怎么去判别 它的内能变化的正负 那就跟 因为吸热我们已经知道了 既然是一个吸热过程的话 heat的应该是大于0 是大的 是正的 对不对 那如果 我们还要去比较一下它做的工 如果它做的工的大小 是一个 是大于heat的时候 那它就 应该怎么讲呢 我把它 写在黑板上好了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deltae 等于q 加w 那针对这一件 这一个现象 这是一个吸热的过程 但是它同时又做工 对不对 perform work 那它既然说是perform work 而不是说work is done on this system 表示它是谁对谁做工 知道啦 知道啦 是这个系统在对周遭外界做工 因为刚刚另外一个情况是work is done 就是工被做到这个系统上 那个时候就很明显 你要从字意上面来看 那就是外界对它做工 那现在是 这一个过程它本身做工 本身做工的意思就是 它是在对系统 它对外界在做工的 所以 这个情况的话 q应该是大于0 它对外界做工 所以是小于0 小于0 好 那一个正一个负 什么时候deltae会正 什么时候deltae会是positive的 看谁大嘛 对不对 那就是看 因为正负我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它这边是用绝对值来表示 只是去看它的大小 如果这个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绝对值 这个大于它的时候 那整体就是一个负的 那如果是这个比它大的时候 或者说work比它小的时候 那整体就是一个正的 OK 那另外一个情况 这一个 第一个情况是 它已经描述出来了 work is done on a gas 所以是 它是被人家做工 人家做工给它 给这个gas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gas它是得到工的 所以 它的w是正的 但是呢 它又告诉你说 这一个process 它是放热的 所以从这句话里面 你就可以去判断出来 Q因为放热嘛 所以它是小于0 然后呢 work is done on this gas 所以它是正工 好 那一样一正一复的情况下 那你就是去比较 谁大谁小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delta e 到底是正还是负 好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哈 好 很好 好 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边有一些热力学的参数 它是属于状态函数 有一些参数 不是状态函数 那这边的定义 不是状态函数 就表示它跟途径是有关的 那这边的话可以用 用简单的数学的一点点微积分 去把它定义出来 不是说去描述出来 举个例子 有一个热力学的参数 V 然后它是 然后它是 这个符号看得懂吗 就是这个参数 如果它 我们用体积来讲好了 看不清楚吧 V V 然后一个function里面 关号p跟t 表示什么意思 函数 对 就表示说 这一个参数 这一个parameter 它是 压力以及温度的函数 好 那你要怎么去把它的 那个全微分的方式 表示出来 V 你要去微分 对它微分 对这个V 微分 但是它同时又是p的函数 p的函数又是t的函数嘛 对 所以你要先对p为分 然后也要对t为分 对 对 好 好 所以刚刚你们已经知道这个了 对不对 这个简单的符号 很简洁的描述出来了 这个v 它就是一个p跟t的函数 你看我说了那么多字 结果用这样简单的式 就可以描述出来 懂的人 你就知道 这个式子在表示什么意思 好 那 我们如果现在要对v为分的时候 对v为分的时候 但是它同时有这两个 是这两个参数的函数嘛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做法 这个 这个符号有看过吧 有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偏为 为什么叫偏为 他只为一个啊 你要先为一个 再为另外一个 那你要为其中一个的时候 另外一个先固定嘛 对啊 所以很简单嘛 所以就是 比如说你先对t为好了 那你对t为的时候 这个p就固定 所以这个偏为的意思就是 这个v它先针对 先在p固定的情况下 先对t为 但是这边 所以我们因为这边是一个底v的形式 所以你这边要再乘一个底t回来 让它整个形式还是一个 对v的为分的一个表示方式 好 那但是光偏为t不够嘛 对不对 光 只偏为t 它也是一个p的函数啊 那怎么办 那你就再针对t固定 你把t固定之后对p为 好 那这个对p为的时候t是固定 然后你这边还要再乘一个底p回来去 去确保它整个这边是 可以消掉 然后这边是v的微分的形式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以 假设这个v它是一个理想气体好了 那 如果是一个ideal gas的话v等于什么 v等于什么 v等于什么 是不是nrt除以p 对不对 pv等于nrt嘛 所以你把p移过来v其实就是用p分子nrt来表示 好 好 那我现在用偏尾 你来算算看 如果是这一个值 它对t为分的话 应该是什么值 V如果现在是对t来为 或者是v对p来为 如果我们现在用n是用1more就好 好不好 用1more 那1more的时候这样比较简化一点 然后n等于1的时候 那就是p分子rt这样 好不好 简单一点点了 好 那如果v现在要对t为分 那就变成了 p分子r嘛 对不对 p分子r 好 然后呢 如果v是对p为分的话 等于什么 是p平方分子rt 对不对 因为p现在是在分母 就是p的-1嘛 -1你要再对它为的话 就变成 你把它 又复出来 然后变成p平方分子rt 就很简单 最基本 最基本的那个 微分而已 好 好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 这个我们 已经先对t为了 这个时候它是固定的 好 然后这边是先对p为 然后先对p为 然后t固定 假设 这个叫做x 这个项叫做x 底t 加上这一项 这一项就是这一项 这个叫做y 底p 好 那如果我们再为一次 因为它现在 我们要做全为分 所以你光为一次不够 你要为第二次 对p为 你这边已经对p为了一次 就是这个 然后对p为 这样才完整啊 懂我意思吗 想一下哦 就是它现在同时是这个 所以你把这个值 这个值是从对p先为来的 好 但是你这个值如果还要再一次再对p为 好 好 那一样这个值是从先对p为 t固定 那你如果这个值再对p为一次 你来试试看 好来你看一下这个p分之r p分之r如果对p为是什么 不会太难哦 已经快要那个真相快要大白了 好你来检查一下如果这个先对p为再对p为的 跟先对p为再对p为的两个值有没有一样 好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只是简化把它用x来表示了 还有你这边再来做一次y对t为的 你来检查一下这两个值 也就是这个值你再对p为一次那是什么 是什么 负p平方分之r对不对 好 然后 这个呢 这个在对p为呢 这个值在对p为的话 是不是也是负p分之r 好 对不对 好 所以简单的数学就先到这边 这边这一个这样子的演算过程告诉你什么意义 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呢 你这个值 这个v 它同样 它是p跟t的函数 那你在这边先把p先把压力固定 先对温度为了之后 再对压力为 你得到这个值 好 或者你先把温度固定 先对压力为分了之后 先对p为分了之后 再对p为分 再对温度为分 得到的值是一样的的时候 那它跟它怎么围的有没有关系 没有 它跟先t再p或者是先p再t 怎么做的 你得到的结果都一样的时候 这一种情况 它是叫做正和为分 正和为分 正和为分 那当它的参数 就是影响到它的这个函数 它可以是以这样子正和为分 它是一个正和为分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状态函数 结果的不同的时候 那种情况叫做非正和为分 再听 再说一次 如果某一个参数 它像这样子 它是某两个值的函数 某两个值是它的函数 那你去对它为分 但是你为分的顺序 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的时候 那就表示这一个数值 它与它所来的路径 怎么来的有关的时候 那它就是一个非状态函数 它的为分是一种非正和为分 了解 好 所以 这其实只是简单的数学 就是你从这边来 它如果我们说了 它是这两个参数的函数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偏为分 两个加总起来 它的一个圈为分的式子来描述它 也就是说 你先把其中一个参数固定了之后 针对其中一个纤维 然后这边是纤维 其中一个 然后纤维的其中一个 之后再为第二个 如果得到的数值是一样的时候 那表示它与它怎么为分得到的无关 因为你先为A再为B 或者是先为B再为A 你得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种就是叫做状态函数 那如果像是热量 Q 或者是W 它跟它怎么来的状态 它跟它怎么来的路径 有关的时候 比如说你先为A再为B 跟先为B再为A 你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时候 那它就跟它的路径有关了 它就不是一个状态函数 它就是一个非正和微分 它是一个non-state function non-state function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这边你们课本上面有写 课本上面有讲 虽然没有用这个来举例 来我们现在今天讲的是在第九章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课本 在第九章 好大家可以先看到361页 361页9之1这边先大概简单介绍了能量的 本质 能量的本质 那这边用我们刚刚上一节脱影片上 就有秀出来给大家看了 能量以及它的能量守恒 能量守恒定律 以及比较常见的能量形式 包含了胃能以及动能 好 然后你翻到362页 下一页来 好 这边提到了 这边提到了热 以及功 就是heat and work 它是在涉及到那个内能变化的时候 两个重要的因素 好 然后再来这边有提到有关反应途径的问题 它的pathway 你请看到那个这一段的 这边 你注意看一下 它这边讲到了 the amount of heat and work 跟你怎么来的 跟你怎么来的 可能是有有关联的时候 那它就是一个非正合为分 energy change is independent of the pathway however work and heat are both dependent on the pathway 功跟热都跟它的反应 都跟它的途径有关 好 那这边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this brings u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the state function 这边 课本上这边提到了 这个状态函数 或者是有时候叫做state property 好 这边我们一起 大家一起看过去 a state function refers to a property of the system that depends only on its present state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在后面上 已经带大家看过一次了 一个状态函数 一个状态函数 它只跟它当下所处的状态有关 a state function or a state property does not depend in any way on the system's past or future 就跟它过去 它怎么来的是没有关联的 换句话说 the value of a state function does not depend on how the energy the system arrived at the present state it depends onl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state 好 看到了 所以state function的概念要清楚 要自己想过一遍 然后把它记下来 好 然后再来我们刚刚提到的 能量的流动改变 这个课本上也有 是在362 363 然后再翻过来364 这边有没有delta e 等于 q 加 w 还有它的正负号 都是从systems point of view 以及热力学的第一定律 都课本上都有 在364页 然后365页提到的是 我们刚刚推导给大家看的鸭绒工 有的时候同学可能 你不知道我们讲在哪 我现在跟你说 课本上 我们有讲 课本上也有讲的地方 可以对应 但是有的时候是 帮你们补充的话 你们就是要靠笔记 或者我们上个奖意 把它记下来 好 所以365页是在提到那个pv work 鸭绒工 怎么得到的 好 然后366页这边 工它是怎么 为什么是 又等于负p delta v 好 这个我们刚刚上一节有讲过 只是现在再帮大家导引一下 这个东西在 课本上是在哪里提到的 好 有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在讨论 热力学上的一些参数 它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能决定绝对值 因为我们说它一直是在流转过来 流转过去 所以我们往往讨论的是 这一个某一个特定热力学参数 它的变化 delta something 我们假设叫delta x 好了 如果某一个参数叫做x 那它的变化量就是什么 就是后来的卷原来的 好 后来的卷原来的 那所以如果x它增加的话 那后来的已经比原来的大 那x减少的话 那就是后来的比原来的小 所以它的delta x就是负实 就是小于零 这哪有难 这没有难 对不对 没有难 有经验 好 好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背后隐含了非常深奥的那个 意涵 譬如说 好 这边重头戏要来了 前面刚刚都只是暖身而已 来 这个新名词 anthropy 但是其实跟你们以前学过的delta h 现在帮它证明了啦 我们以前delta h都叫做什么 叫它叫什么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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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边 有一个重点 什么是anthropy change 什么叫做anthropy change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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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熱嘛,因為它放出熱 所以後來的熱含量比原來的要小 所以DLH小於0 那如果它是一個吸熱反應 或是它DLH大於0的時候 表示後來的熱比原來的要大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吸熱的反應 有沒有難? 沒有啦 好,那這邊特別要讓大家 大家特別注意的是 這邊有一件事情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DLH它的定義是在長壓下 在一個壓力恆定的情況下 所涉及到的熱量變化 這件事情 DLH等於QP的這件事情 QP 好,這邊我們先用黑板 我們先 我們從黑板上先推導 然後再用PPT看好了 那個同學幫我把這邊的燈打開一下好了 我們會不會讓大家的按照 OK DLH 好,可以讓大家準備好 很忙碌 PDM 我們會兩分別的 我們會料理一下 兌潔 Ct DLH 分別的 OK 可以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 Delta E 等于Q加W吗 对 好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 现在是在一个压力恒定的条件下 好 所以 If at constant P 好那Custom P的话 我们为了确定 就是去从符号里面知道 它是在一个P固定的环境下 我们就把P现在先叫做QP 好 那W是什么 -PΔV 只要我们现在牵涉到热力学 在讲跟压力有关的时候 我们的公都是用-Delta V来表示 OK 好 所以你把它带换进来 Q现在我们就是用QP 去呈现出来 它是在一个压力恒定的环境条件下 然后W你现在用-PΔV 把它带进去 好 这边有没有难 没有 好 不难啦 只是带换而已 好那Delta E等于什么 Delta E 你回到上一张投影片这边来看 不就是后来的捡原来的吗 对不对 Delta某一个值 就是后来的值捡原来的值 所以Delta E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 E2捡E1好不好 好 就是后来捡原来的 好你要用Final捡Initial也可以啦 但E2比较好表示 好那QP呢 那就照写吧QP 那Delta V咧 Delta V是什么 后来捡原来的啊 所以是V2-V1 对不对 好V2-V1 再进来 好 所以从这边到这边 都应该没有什么太挑战性的 太有挑战性的地方 好那我们继续把它整理一下 把di换了 的 继续 根 词 你把那个QP单独一项 其他的放到同一项同一边去 然后呢2的放在一起 就后来的放在一起 原来的放在一起 你就可以得到是不是这样 E2加PV2 你看一下从那边只是一项整理而已 然后呢减掉E1减PV1 或者你把这个再简单把它归类一下 其实是这样 好那这边 E3它最原始的定义 它的定义怎么来的 我们把这个E加PV 那就是含的定义 三条线表示它定义 E加PV 那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定义的话 你再回来看这个E2加PV2 那减掉这个E1加PV1 那其实是等于什么 H2-H1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 它这个QP 其实是等于DeltaH 好 然后等于什么 它的物理意义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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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描述出来的物理意义 就是在长压下 所发生的热能变化 等于含的改变 nthope的改变 等于delta h 等于delta h 那从这边再衍生来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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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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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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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